聊斋志义 普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严氏 顺天府有个书生 家境贫寒 荒年时随附到洛阳 书生生性愚钝 十七岁了 还写不出一篇完整的八股文 然而 仪表俊秀 喜好幽默 诙谐 尤其擅长书信 见过他的人并不知他府中空空没有才学 没过多久 父母先后离世 他截然一身 在拱县靠教授孩童读书为生 当时 村中有个孤女严氏 是名氏的后代 自幼聪慧 妻妇生前教她读书 读过一遍就过目不忘 十多岁时便能学着父亲吟诗 父亲说 我们家有个女学士 可惜不是个男儿 父亲非常钟爱她 希望给她挑选一个贵婿 父亲死后 他母亲遵照父亲的心愿 三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 后来也过去了 有人劝严氏嫁一个有才学的读书人 姑娘觉得有道理 但一直未找到合适的人 某日 邻家嫂子前来找她闲聊 嫂子的绣花线用一张写字的纸包着 严氏打开一看 是书生写给嫂子丈夫的亲笔信 看了几遍 竟有些喜欢写信的人 嫂子看出了她的心思 就小声说 这是一个翩翩美少年 父母双亡和你一样 年纪和你相当 你若有意 我可向夫君说明 成全这件好事 严氏含情默默 而默不作声 嫂子回到家中 把自己的主意告诉了丈夫 她丈夫原来就和书生要好 告诉书生后 书生十分高兴 拿出母亲留下的室友金鸟的纸环作为聘礼 委托嫂子的丈夫转交严氏 双方定下日子举行了婚礼 婚后生活非常融洽欢乐 严氏看了书生写的文章 笑道 看文章都不像你写的 要是这样下去的话 何日才能成就功名 她天天劝书生读书钻研 要求严格 如同梁氏易幼 每天夜晚她都会挑灯学习 言诵诗篇 给丈夫做表率 直到三更天才停下休息 这样过了一年多 书生的八股文已经写得相当不错 然而 两次考试都已失败高中 无法立身扬名 一时生活都没了保障 想起课长诗意的情形 书生非常苦闷 不禁嚎啕大哭 言诗呵斥她说 你真不像个大丈夫 辜负了男儿的称号 若让我身为男儿 求取高官厚禄 在我看来 就像拾取草芥一样容易 书生正在懊恼沮丧 听到妻子这一番话 怒瞪着她说 女人家未进过考场 就以为求取功名 像你在厨房打水煮白粥一样 要是你是男的 恐怕你和我一样 言诗笑着说 别生气 下次考试 让我女扮男装替你考一次 倘若也像你一样落魄失意 我就不再轻视天下读书之人 书生也笑着说 你自然不知道黄白的苦味 真该让你尝尝 可如果暴露身份 会被乡邻嘲笑 言诗说 我并不是开玩笑 你曾说家乡顺田有老宅 我女扮男装做你弟弟 你从强保的时候就离开了家 谁能辨别真假呢 书生依从了她 严氏进到房中 换上男装出来 说 你说我这样像男子吗 书生看着她 俨然一个自命不凡的少年 书生大喜 一依辞别乡里 将礼物赠予交好之人 他买了头寿驴 就驮着妻子回老家了 书生的堂兄还在 见两个弟弟容貌俊秀 十分高兴 从早到晚的照顾他们 又见二人起早贪黑的用功读书 备家喜爱敬重 还雇了一个小童 帮他们干杂活 天黑以后 他们就把童谱打发走 家中有吊丧喜庆的事 哥哥便出面应付 弟弟只管闭门苦读 住了半年 很少有人见过弟弟 有的客人想见见弟弟 哥哥就代为推辞 弟弟的文章让读过的人目瞪口呆 有的人硬要推门进来和弟弟相见 他做个一就避开了 客人们都倾慕弟弟的风采 从此名声大噪 世路之家争相要找弟弟做上门女婿 堂兄与他商量 也只是微笑回绝 堂兄再勉强他 他就说 我立志平步青云 不重近视 不结婚 恰逢学史大人亲自前来主考 兄弟俩一同去应试 哥哥又一次落榜 弟弟以科室同名参加乡试 中了顺天府乡试考试中的第四名 第二年考中进试 受同城县县令官职 至县正生雀起 不久生迁河南道掌音御史 富同王侯 于是他借口身患疾病 而辞去官职 皇帝赐他回归故里 来求见想做宾客的人挤满了家门 他全部都谢绝接纳 从他当了秀才直到显贵 并没有谈娶妻之事 人们无不对此感到奇怪 回乡后还买婢女服饰 有人怀疑他同婢女有私情 嫂子留心观察他 毫无不正当之处 不久 明朝气数已绝 天下乱作一团 严氏这才告诉嫂子说 实话对你说 我是你小叔子的妻子 因为丈夫无能 不能建立功名 就赌气自己硬考为官 怕事传入天子耳中而兴师问罪 让天下人笑话 嫂子不信 就脱了他的靴子看脚 不禁呆住 再看那靴子里面塞满了破棉绪 于是让书生接替了官衔 自己仍居深归 闭门不出 严是因为生育而买妾给丈夫 她对丈夫说 一般身居达官显贵的人 就买妾供自己享用 我十年为官 仍截然一身 你有什么福分 可以拥有美貌妾 丈夫说 你可以购置一批男宠 请你自己置办吧 一时传为笑谈 朝廷多次赐封书生父母 达官显贵前来拜访 以拜见长因御史的礼数拜见书生 书生修于承袭妻子的官衔 只是以秀才自居 从未享受过御史地位的车架